那時一路都想著 早點出去 早點自由 早點玩一下 不用屈在宿舍中 很開心 想著就是這樣 誰知做一做一做 會覺得沒有挑戰 但那時常常都很不開心 常常都好像屈屈屈 覺得我是懷財不遇 有些這樣的感覺 有少許想回頭 為何我這麼早就放棄了 為甚麼呢 問自己為甚麼 有一種很不開心的感覺 屈屈屈屈 不可以的 哪裏可以的 是踩你多的 拿不到的 我的口袋找不到吃 不可以的 沒有搞那麼多事 那些又會有 反而沒有支持你的說話 為甚麼我還是好像這樣 但是他就說拿波子 又行不行 我要做騎士 人生真的有很多轉捩點 上一集就跟蠟仔說到 做一個建集騎士 又被分派過去四個不同的馬房 最終蠟仔自己就選擇了 遙本輝馬房 說到明了 彈夠二十次閘 你就可以去外國了 去完外國 騎完馬回來 就有機會真真正正成為 在香港出賽的一個建集騎士 入一個馬房 看看找了誰做師傅 但是 不知道甚麼原因 當時真的沒有彈集的機會 沒有甚麼試集的機會 然後最後試過一次 感覺好像不太好 就萌生了一個概念 我是不是做騎馬人 但是其實很難 因為我想你也是那些紅心壯志 如果你不是做騎馬人不好 只不過一心如果想做騎士 要你突然間這樣轉 你覺得自己是迫於無奈還是怎樣 尋成 有一點點覺得 原來自己是否真的那麼差 反正每天都是這樣 困在宿舍中 不如會否早些轉 其晚好些呢 之後 都是沒有雜思 試試轉 試試跟校長談 不如試試轉 之後轉了雷建偉 外國很好 他立刻給我試試 試了幾次 試了幾次 但是最終都是 試不夠雜 那些人都去了外國 那些人都去了外國 就去了 何宅耀 梁家偉 那些同期 他們已經去了外國 就剩下我 有個對比 我會覺得 真的很差 然後紋身 有一個概念,就是早點轉,不如 反正我又不想扑在那個人宿舍 沒有自由,就早點轉 但那時候我在幾 2019 4月10月19日 很想爭取更多試警 heavens 看看有沒有改變,但仍然改變 最後我是否真的移軟去 nest 組織了 Pelop Wise 做了  18到念 23 都做了四五年 4、5年 機械式工作 伸水一個月也不錯 不錯 有穩定工作 其實一路做下去 都是另一條路 是 絕對是 比起正常的工作 是非常之不錯 尤其是你習慣了馬圈的生活 當然和其他不同 要你24時起床 當時一路做 做到差不多 那些何宅堯已經回來了 已經跑了 你會覺得 Different Class 又是 Different Class 你會覺得 到他做大師傅 我就剛剛開始有一個想法 我想做騎士 我想做騎士 你是突然回來 還是這團補未認識過 你覺得 當時一路都想著 早點出去 早點自由 早點玩一下 不用屈於熟悉 很開心 想著就是這樣 怎知做一做 你會覺得 沒有挑戰 你會覺得 原來很悶 然後見到他們跑馬 又贏馬 又行 拿波子 沒有理解 真的會有 很正常 我明明和你同事起步 是的 一起去外國 在黃金河岸 一起回來 一起輪倉 一起成 為什麼 我還是很像這樣 但他就拿波子 不行 可以做騎士 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會 在你 我要做騎士 這五個字彈出來之前 你有沒有試過 不奮氣 不搶氣 甚至乎氣餌 躲起來哭 為甚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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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頭 為什麼我這麼早就放棄了 為什麼呢 問自己為什麼 有一種很不開心的感覺 是屈住屈住 有些少 屈屈了一些病 真的嗎 有 有些抑屈 有些抑屈 就算我前段 我還是 就算到現在 我還是有少少 就是已經 已經生了這個 你出來 不過自己會 嘗試去控制 是 我見平時你很開朗 OK 但那時候 會經常都很不開心 經常都好像 屈住屈住 好像覺得 懷財不遇 有些這樣的感覺 是 之後 就 哎 退了 當我臨退之前 我有問一些外國人 有些外籍奇猛 哪裏拿牌會好一點 容易一點 怎樣怎樣 他們會覺得 紐西蘭 紐西蘭最容易 即是你那時候是想 我直接放棄了現在 我已經在這幾年的市場 和一份工 是 我為了要做騎士 我走 是 那時候已經有個女朋友一起住 我說 我想去外國 考個騎士牌 她說 那我怎樣 你 在那裡等我 一定是說這些 類似 不是說分開嗎 是 是 原本已經是 有宿舍 有很多 已經有個安樂窩 這樣 是 然後 然後 就 決定去外國 不過去外國 問一下 那些外國 有什麼推薦 他說 不要去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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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的 考不到 去柳西蘭最好 然後我就想 難 難 難就對了 選個難的 考不到才去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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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二十多歲 已經會這樣想 算是 都算成熟 因為有些人是 取義捨難 對 對 對 但是 我會覺得 不如試試 難一點 不行 再算 但你離開香港之前 除了你去找這些門路 你去問剛才 你問那些鬼佬 香港那邊 無論是馬圈 或是家人 男女朋友 第一件事 問我怎樣 但有沒有其他人 給你什麼意見 或者在過程中 我不知道 會否有人 令你開竅 還是怎樣 反而沒有 沒有 是會覺得 不行 哪有行 是 踩你多 拿不到 我跑不去 不行 沒有搞那麼多 那些會有 反而 沒有支持你的說話 如果是這樣 你的決定是很難做的 很難做的 其實 你還放棄所有事情 老實說 你穩定在香港做 每個月 三四萬都走不掉 是的 再多點 在香港有地方讓你住 你再待三四萬 其實事情很好 很不錯 非常不錯 那時候真的有些難決斷 但不行 我說我要做騎士 不行 即是自己把握 我直接 那一年 完結那季 我直接上四字樓 我一個月前通知 我說我不做 為何不做 是否這個馬房做得不開心 讓你試試轉 我說不是 我說我不做了 這樣 然後自己收拾東西 掉了心水 掉了心水 然後踩過去 飛了女兒 然後就去澳洲 我記得上一集或前一集 你也說澳洲 當初你去黃金海岸 就去了一個家庭 寄宿家庭 這是否一對夫婦 是 然後有兩個女兒 但我很小 好 那你當時一回到澳洲 你就第一時間去找他們 是 沒錯 他們就即時說 不是 我去之前 我說我回來澳洲 我想回來澳洲 考騎士牌 但我沒有地方 可否讓我下 他說好啊好啊 絕對歡迎你 怎樣怎樣 我直接一過去 一個擁抱 很溫暖 因為他真的跟你說 不用給我們錢 你想住多久 這樣 哇很難得 這些人真是 這些緣分 是啊 大家本身又不同文化 和背景 是啊 是啊 現在去到澳洲 其實我想這條路也不一樣 非常難 我還帶了500澳幣 你帶500澳幣 澳洲 我全部都放給我家 你算乖 但你真的很大膽 500澳幣 要幾千港元 是真的 絕對沒有吹嘴 你心裡想著 以為我過了 一定有工作 就是這樣想 我說我在香港出來 我去到一定有工作 然後怎樣 然後也是有的 都不難找的 但是我一過去去 放下一些東西 就去進行 就走去 我是香港來的 我想在這裏找份工 騎馬 操馬 這樣 之後問了第一個馬房 就請了 就請了 做 之後就問他 就是當做的時候 問一下 因為我聽 那時候 我不是很清楚 這條例 我說我在這裏做 拿騎士牌 是要怎樣 要轉簽證 要很多 吵架的東西 要贊助 贊助 最重要的是 僱主一年要給 大概 五十萬人工 五十萬港元 港元 當地請一個騎馬人 其實不需要用那麼多錢 去請一個人 其實 他們會想 我不會這樣做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不會這樣做 為甚麼呢 無緣無故給多些 是呀 我請一個標誌就可以了 就是呀 我需要用你 那你那個就 那個他不肯 他不肯 OK 他會覺得 敷衍一下你 好 看看怎樣 他請一個工作人員 沒有所謂的 我繼續做 做到這幾個月 你知道他根本 就沒有心想幫你 嗯 又去試試試試 試試了幾次 之後又遇到我 當年十五歲 有一個 十六歲 去訓練的 一個練馬師 他說 如果你想在這裡考牌 不如你試試去 然後去西德尼那邊 他有一個練馬師很肯幫人 這樣 我說好 我試試過去 然後去了西德尼 去了找我一個朋友 在香港認識的之前 他在那邊做 又是做馬醫行 又是找個地方先下腳 找些東西做 又是找個騎馬 在那裡 叫做Walk Farm的地方 又是做過 Freelance Rider 騎的一隻 逐隻計算 這樣 先維持新計算 然後再產 去西德尼你就不可以 回王冠海那邊住 不可以 我真的就要產 搬這些東西過去 你自己顧自己的食宿 是啊 我找到工作的時候 我已經有付錢 那個家人 當給租 也好 沒理由真的白吃白煮 你這些性格 是很難得的 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需要的 本身是本分 但是很多人不會做 慘在 真的叫做 拿走別人的優惠 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做 是要付給別人 所以你都習慣了 你都習慣了 你都習慣了 自己會接觸到自己 所以你都在CINE一樣這樣做 是啊 當中有剩下的錢 又是去租地方 然後又做事 然後再產去找那個獵馬斯 那個獵馬斯 最初有個建築生 誰知道是那個女生 她一做一做一做就不做 剛好 她就說 那你去我那裡做 那我就 在Y Farm就不做了 我轉移目標 移到一個叫Goxford的地方 在她裏做 那她就跟她詳細去看 究竟怎樣可以幫到一個 即是外國人 去取一個牌子 那原來呢 她就是一個 連馬斯協會的會長 大概在那邊 那邊 她就幫我揮 其實都談了很久 所以我在她裏做了兩年多 只有我一個人做 但兩年多都是freelance writer 對 兩年多只是騎她 OK 正騎那些 是freelance那裡已經 過了她 只幫她騎 只幫她 OK 我一個人做 她十五隻馬 騎了十五隻馬 撿鬥 打了 一個人做五六個人的事 一個人騎十五隻其實是很多的 是很好講的 每天要做的事很多 如果大家不明白那個 馬房的工序 一個人顧十五隻是過多的 還要是我不僅僅的騎 還要撿鬥 撿屎撿尿 餵食 全部一腳踢 但那是出賽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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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敢說 一個人頂五個人的事 但她只不過是出一個人的工 人工給我 但換來 我想她有兩種東西 換來你自己有些訓練 第二就是 她又很願意幫你fight 是 那這件事是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她是幫我fight的情況 如果不是 我很老實 我請個本地就可以了 是啊 也是那句 而且最慘 本地不會跟她一個人做主席 不會 很懶的 而且最慘的是 你收拾完 還要鋪一些東西上去 用木糠 它是一座山的木糠山 你要掘 掘到一些大垃圾桶 你平時在街上 有些垃圾車 有一個大的垃圾桶 倒上去 是啦 你就要搬 堆滿了 然後再推入一個馬鬥 你每一個 通常都要 三次 十五隻馬 你就要多次 很多次 是啊 我一個人做了 每天幾點起床 做到什麼 我都不知道 已經 只是做的 真的只是做 只是做的 你沒有想到那麼多 遇事者兩年多 兩年多 兩年多 之後有一天 他找到一個方法 不用贊助 他說不如你轉一個 你轉一個學生簽證 我說將你當為一個學生去做 因為他要讀那個 設三 叫做 Apprentice Jockey 的證書 的課程 那你就當你是一個同學生 但照樣做到這件事 嗯 這樣 但又真是活動 一開始 他真的讓你 那個馬會 真的讓你這樣做 嗯 那就試襲了 他想不想 全部都扔給老師 嗯 直接一個禮 一兩個禮拜 搞定了 通過了 拿 Apprentice 牌子 就拿到結實牌子 做了兩年半 嗯 就 那三個禮拜 一下就 一聲 就 拿到那個牌子 其實過去這麼久 最重要 就是那三個禮拜 是 原來三個禮拜做到的 不過你用了兩年半時間 但是是需要的 那兩年半時間是摸腦 是啊 還要在他的馬房做了很久 很久 我一個人頂這麼多個人的事情 真是很辛苦的歷程 我做了兩年 都是一直 硬著頭皮上 真的 但終於被我博到 一定是很開心 因為你 一直有看的朋友 你要想回 說的是 就是 立仔 去澳洲之前 放棄了一個 雖然不至於非常高身口職 但也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offer 非常穩定 你在那兩年多這麼辛苦 我想很多人 十個十個都會想回 回頭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明白了 在香港高床軟枕 是不是 喜歡吃這個也可以 去哪裡也可以 但不是 我在這裏做到 差不多 是 終於被你博到 建築棋子 最終在澳洲 有沒有出過賽 有 打了多久 我第一場就贏了 第一場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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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馬場 什麼賽事 普通賽事 普通賽事 比較鄉村 但也是一個 都不容易 是很少人 一出就贏 第一場就贏了 第一場就贏了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我是一隻天才 我生出來就做騎士 那還未去到 但我會覺得 這些事全部得來不易 我不會突然之間 立即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會覺得自己終於贏了 而且是近二十年 不是二十年 從來沒有一個外地的香港 自己退休 我不是香港賽馬會的拿牌 你是自己 我是自己 是沒有的 因為它只是給標記 牌照 它不給其他 我是零零射射 只有我一個試過 沒有一個試過 所以這條路不是 剛才說 除了難走之外 某程度上是一條奇蹟的路 是很奇蹟 真的很奇蹟 真的很奇蹟 不是說 不是有人鋪了 我過完這關 過那關 不是 是你自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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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因為那時我是on fire 是爭政 爭建習騎士冠軍 在那邊也是 你比賽你贏了 你會有個 嘩 贏了 這樣的感覺 你不是做其他工 其他工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是 因為你是外國人 你是什麼 那些 一定會有 然後有一天 就說 那個馬會跟你說 喂 你的簽證可以 因為你做得很好的時候 突然被人停止了 那個心態又很抑鬱 又想很多不開心的事 在香港做庫列馬斯 李建華 他說 你還想不想跑馬 問我 我說 都想的 都還是很想做這件事 他說 不如試試去澳門